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惺惺,我是惺惺 根据考古发掘,中国在史前时代就有殉葬或是陪葬的文化 殉葬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认为死后有另一个世界 于是位高权重者就希望到另外一个世界也有人伺候,殉葬也就因此而生 不过随着各朝代的习俗观念不同,殉葬文化也互有肖长 殉葬的方式也不太相同,有的是将人活活关到死 有的则是先自禁再陪葬等等 因为殉葬的成本很高,通常只有帝王之尊才有资格殉葬 最常见的殉葬或是陪葬者当然是专门伺候起居的工人们 皇帝宠爱的嫔妃也时常会被列入殉葬的名单 不过皇帝的正妻也就是皇后,通常都会是继任皇帝的生母 就算不是生母也是新任皇帝的嫡母 所以一般不会有皇后殉葬 不过大清开国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喜爱的妻子 也是他的大福晋 地位相当于后来的皇后 却不寻常的在努尔哈赤去世后殉葬 他到底是自愿殉葬还是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妃 清朝唯一殉葬的皇后阿巴亥 阿巴亥出生在西元1590年明朝万历18年女真族姓乌拉纳拉 没错我们熟知的甄嬛传雍正皇帝的皇后 乌拉纳拉市 也是乌拉纳拉市 在明朝初期呢 女真族主要分为三大部 建州女真 野人女真 和海西女真 明代中叶后 海西女真又发展为四大部落 哈达 灰发 叶赫 和乌拉 再加上呢 海西女真的家族姓氏 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 哈达纳拉 灰发纳拉 叶赫纳拉 和阿巴亥家族的乌拉纳拉市 乌拉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乌拉国 是海西女真四部里面 国力最强盛 江域最广阔的 居住的范围主要在松花江上游流域 满语的乌拉就是江的意思 阿巴亥呢 出生在今天中国吉林省吉林市 当时乌拉国的国都乌拉城 他的父亲是乌拉贝勒 也就是乌拉第三代国主满太 所以阿巴亥的出生是相当的高贵 不过呢 1596年阿巴亥还不到七岁时 他的父亲在巡视边防时被杀死了 关于他父亲满太的死因 主要有两个说法 一说呢 满太强占了部落名女 被他的丈夫给杀死的 另一说是满太的同族淑妇 乌拉国萨尔达城主辛尼亚 想要谋反成为乌拉国主 于是呢 他在叶赫部的支持下杀了满太 历史学家普遍更认同后面这个说法 因为呢 在满太被杀后 辛尼亚确实掌握了乌拉国主的实权 但是呢 根据乌拉部的祖训 国主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 就要以宗族合议的方式来选出新任的国主 而满太的弟弟布战泰 则在当时已经统一了建宗女征的大首领 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 以及乌拉国宗族的支持下 成为了乌拉国新任的国主 那为何建宗女征的首领 努尔哈赤会支持副战泰呢 这个呢 我们要稍微往回倒转一下 回到满太还是乌拉国主的时期 西元1588年 明万历16年 努尔哈赤经过了五年的征战 统一建宗女征五部 成为建宗女征唯一的首领 相友善战的努尔哈赤呢 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继续攻打其他的大小部落 扩大领土 渐渐的建宗女征的势力 越来越强大 让女征族原本的强权 海西女征也倍感威胁 于是呢 万历21年 在海西女征夜赫部的发动下 乌拉部 挥发部 蒙古克尔庆部 等等的九个部落 联合出兵三万 攻打建宗女征 没想到 努尔哈赤竟然 大败九部联军 乌拉部的主帅 也就是国主满太的弟弟 布战泰 还被建宗女征给抓走了 为了呢 往后和乌拉部的谈判 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掉 布战泰 还将他奉为贵宾 布战泰被俘的三年后 布战泰的哥哥满太被杀 努尔哈赤呢 随即将布战泰送回乌拉国 并支持他成为国主 成为国主后的布战泰呢 当然就选择和建宗女征结盟 就在他成为国主的童年年底 布战泰就将妹妹忽耐 嫁给了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奇 两年后 万历26年 布战泰再娶 舒尔哈奇的长女 儿时泰为福建 三年后 万历29年 努尔哈赤灭掉了 海西女征的哈达部落 同为海西女征的 乌拉国主 布战泰当然被男威胁 为了进一步强化 于建宗女征的同盟 同年11月 布战泰亲自将乌拉国前国主 也就是他哥哥满太的女儿 阿巴汉 护送到建宗女征 嫁给了大首领 努尔哈赤 当时呢 阿巴汉还不满12岁 努尔哈赤已经42岁了 为了呢 怕大家混淆 这边我想要先提一下 女征族 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满洲族 或是简称满族 建宗女征的首领 努尔哈赤 在统一女征各部后 云万历44年 正式称韩 国号金 也称为后金 努尔哈赤去世后呢 他的第八子 黄太极 继任为金的第二位大韩 而因为12世纪 女征族的祖先 完颜阿古达建立的经朝 在西元1125年 北宋靖康元年 攻破了北宋的首都汴梁 不仅掳走了 太上皇宋徽宗 皇帝宋清宗 以及后宫嫔妃 王宫贵族等等的皇室成员 至时北宋灭亡 还在京城大肆烧杀掳掠 强占妇女 这场大劫就被称为 靖康之难 这也让中原的汉人 从此对女征族心生恐惧 非常的排斥 这对女征族的后裔 国号也同样为金 野心勃勃想要 一同中原的大韩黄太极 是很大的阻力 于是呢 为了缓解与汉人间的矛盾 在黄太极成为大韩的九年后 先将族名由女征改为了满洲 再把国号由金改为清 所以女征族其实就是 后来大清的统治者满足 女征族奉行异夫多妻制 所有的妻子都称作福靖 福靖之间呢 没有嫡数之分 所生的小孩也全部是嫡子 福靖以下的侍妾则称为 小福靖或是小妻 位分呢就低得多了 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嫡福靖啊 侧福靖啊 侍妾哥哥等位阶 是入关后才慢慢形成的 不过呢 根据史料的记载 努尔哈赤时期呢 已经开始出现大福靖的称谓 42岁的努尔哈赤 在娶12岁的阿巴赫之前呢 至少已经有了八位福靖 虽然呢 阿巴赫比丈夫小了30岁 但根据记载 他饶风姿有积别 意思就是长得美丽又很聪明 努尔哈赤非常的喜欢他 在他嫁给努尔哈赤的两年后 万历31年 被努尔哈赤称为爱妻的 叶赫纳拉士孟古哲哲 也就是皇太极的生母 因为病重世事 年仅14岁 尚未生育的阿巴赫 就成为了努尔哈赤的大福靖 嫁给努尔哈赤的第5年 西元1605年 万历33年7月15日 16岁的阿巴赫 生下了他的长子 努尔哈赤的第12子阿基哥 7年后 西元1612年 万历40年10月25日 再生下次子 努尔哈赤的14子 大名鼎鼎的多尔滚 而阿巴赫的叔叔 乌拉国主布战泰 虽然因着多次联姻 与努尔哈赤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随着剑中女争的势力 越来越强大 双方也成为了彼此最大的威胁 关系当然就渐渐敌对了起来 就在阿巴赤生下多尔滚的这年 布战泰联合了蒙古克尔庆部 率兵攻打被剑中女真占据的 呼尔哈布 随后又和叶赫布结为同盟 而且因为对剑中女真的仇恨 布战泰竟然朝着他的福尽 来自剑中女真努尔哈赤的侄女 尔石泰身上射箭 还将尔石泰给囚禁了起来 于是隔年万历41年的正月 努尔哈赤率兵清真乌拉布 直攻乌拉城 虽然双方一度激战 但最终乌拉布落败 布战泰率领残布投奔叶赫布 经历四任贝勒统治超过50年的乌拉国 至此正式覆灭 不过虽然乌拉被灭 却没有影响乌拉纳拉市阿巴赤在 努尔哈赤杖下的地位 乌拉被灭的隔年 西元1614年 万历42年2月24日 26岁的阿巴赤 生下了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儿子 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多 此时呢 他的丈夫努尔哈赤 在战场上也是屡屡得胜 只差叶赫布 就统一了整个女真族 在阿巴赤生下多多的两年后 万历44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 今天的辽宁府圣称天命韩 正式建国今 建元年号天命 不过就在努尔哈赤称寒的第五年 天命五年西元1620年 他的后宫却出了件大事 努尔哈赤的一位小福尽塔英察 或是也被议委德英泽 在这年的三月向努尔哈赤密报 大福尽与大贝勒戴善过从圣密 大贝勒戴善呢 其实是努尔哈赤的次子 他的生母就是努尔哈赤的原非同家士 他原先呢 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 也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楚音 楚音呢 因为性格刚烈暴躁 又基于掌权 惹诺了努尔哈赤 于是呢 在万历43年 就被父亲下令处死 所以此时 戴善其实是实际上的长子 小福尽塔英察呢 指大福尽阿巴亥 经常给大贝勒戴善 和四贝勒皇太极送去食物 戴善呢 都欣然接受 而臣服叫声的皇太极 虽然也收下 却未曾使用 大福尽还曾经一天好几回 派人前往大贝勒府 而且只要大贝勒戴善 与会的宴席 阿巴亥都会精心打扮 故意亲近戴善 阿巴亥甚至呢 还曾经被人目睹 多次深夜外出 努尔哈赤立刻派人调查 最后证明确有此事 但是呢 也有意说 努尔哈赤派去调查的人呢 是有意涵戴善 争夺 捍卫的四贝勒皇太极的人 游牧民族 因为在塞外生活比较艰困 所以有收纪婚的传统 就是呢 在丈夫去世后 妻子会改嫁给丈夫的兄弟 或非自己亲生 丈夫的其他儿子 以确保有人照顾 生活无余 努尔哈赤比阿巴亥 大了30岁 那他成为大韩时呢 已经57岁了 而阿巴亥才27岁 所以努尔哈赤曾经说过 在他去世后 要由大贝勒戴善来照顾阿巴亥 以及他年纪上小的儿子们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 其实就是努尔哈赤 已经是戴善为寒卫继承人了 所以努尔哈赤认为呢 阿巴亥大概是为了稳固将来的地位 才刻意与戴善亲近 但虽然可以理解 努尔哈赤也不能容忍 他最宠爱的妻子与儿子苟且 为了避免影响到戴善的地位 努尔哈赤就以大福晋私藏经营的罪名 废掉了大福晋 小福晋塔阴察则因密报有功 获得与努尔哈赤同桌吃饭的资格 不过呢 就在大福晋被废的隔年 天命六年 从万历三十五年开始记载的满文老当里 又出现了关于大福晋的记载 也就是说呢 努尔哈赤可能对阿巴亥念念不忘 在他被废的一年后 又重新让他复位了 不过呢 其实在这里使学界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因为在满文老当里只有记载了天命五年 大福晋被废 而在天命六年又出现了大福晋丢失一些小物的记录 但是这两则里面都没有写明大福晋的名字 而因为呢 在民国时期编证的青石稿里面明确的提到 在蒙古哲哲崩世后 十四岁的阿巴亥就被立为大飞也就是大福晋 所以依照时间点满文老当里提到的 被废的大福晋 和一年后再出现的大福晋 应该都是阿巴亥 不过呢 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 在蒙古哲哲过世后 被立为大福晋的应该是比阿巴亥早五年 嫁给努尔哈士的复查士滚带 因为在青石稿里记载了复查士滚带 天命五年得罪死 虽然青石稿没有写明滚带的死因 但他得罪的这年 就是小福晋塔因查举报大福晋与大贝勒戴善私通的这年 而且呢 根据满文老当的记载 在这件事发生的十一年后 黄太极成为大韩的第五年 天聪五年 他怒斥了弟弟 也就是滚带的儿子蒙古尔泰 当年呢 竟然为了向父亲邀宠 而亲手杀死了母亲滚带 这被律史学家推测为 蒙古尔泰大概是为了 要与私通的母亲划清界限 而选择亲手示母 这派的学者也同样认为呢 努尔哈士常年在外征战 由年仅十四岁的阿巴亥 作为大福晋 管理比他年纪大很多的重福晋 恐怕有点困难 而滚带的出生年份 虽然也没有被记载 但他是以寡妇的身份 再婚嫁给了努尔哈士 前面呢 还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以他当时的年纪 记位为大福晋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呢 无论如何呢 后来在天命六年 满文老当里面出现的 那位掉了东西的大福晋 绝对就是当时31岁的阿巴亥了 而可能是子平母贵或是母平子贵 阿巴亥呢不仅稳坐大福晋的位置 他的三个儿子在努尔哈士儿子中 年纪算是非常小的阿济格多尔滚和多多 也进入了权力中心 天命七年63岁的努尔哈士 提出了巴赫朔贝勒共治国阵 意思就是国家由贝勒们共同治理 并且指示呢 在他去世后仍应奉行此治 因为呢 此书并没有载明巴赫朔贝勒 是指八旗的贝勒 还是指八位贝勒 在共治的贝勒人数上 到今天呢 史学界也没有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 诺尔哈士时期共治国阵的巴赫朔贝勒 至少包含了四大贝勒 诺尔哈士的长子戴善 侄子阿敏 五子芒果尔泰 八子皇太极 以及四小贝勒 阿巴赫所生的十二子阿基格 十四子多尔滚 十五子多多 和诺尔哈士的另外一个侄子 吉尔哈朗 而此时阿巴赫的三个儿子 除了长子阿基格十七岁 多尔滚和多多才分别只有十岁和七岁 此外呢 诺尔哈士还将他统领的 湘黄旗和正皇旗 一共六十五个牛鹿 其中的四十五个牛鹿 平均分配给阿巴赫所生的三兄弟 牛鹿呢 指的是巴奇制度里面最基本的管理单位 在诺尔哈士时期呢 一牛鹿是三百人 诺尔哈士还进一步指示 阿巴赫的长子阿基格为湘黄旗主 柚子多多为正皇旗主 预计呢 要让次子多尔滚成为香白旗主 不过呢 诺尔哈士还来不及任命多尔滚就过世了 诺尔哈士如此安排 充分显示他非常看重这三兄弟 而且此时多尔滚和多多都尚未成年 却拥有和大贝勒们几乎同等的势力 这当然呢会引起年纪更长的兄弟的忌惮 西元1626年今天命十一年 明天起六年的正月 诺尔哈士率十三万大军攻打明朝在山海关外 唯一仅存的驻地 由明朝大将袁崇焕驻守呢 在今天辽宁的宁远卫城 但此次战役不胜的诺尔哈士却遭受了惨败 这是明朝从万历46年 辅顺被努尔哈士攻破后 首次打败京军 也是努尔哈士勇马一生难得的败仗 根据明西宗十路记载 明军的炮弹击中了京军的一位大头目 清朝的史学家认为 就位很可能救世努尔哈士 所以京军才匆忙撤军 不过呢也有史学家认为 在宁远之战的三个月后 天命十一年四月 诺尔哈士就再度率兵出征 蒙古克尔克的巴林布 而且大获全胜 诺尔哈士应该没有负伤过重的问题 不过呢就在短短的三个月后 同年七月 诺尔哈士却突发了毒蛆 就是毒疮 7月23日诺尔哈士到了清河汤泉 今天辽宁本西的温泉寺休养 但是呢他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还越来越严重 于是他决定要乘船返回沈阳 并且招来大不近阿巴亥前来陪伴 阿巴亥在混合与 诺尔哈士的船队会合 但隔美几天8月11日 诺尔哈士就在距离 沈阳不远的埃及宝病室 享受68岁 在清太祖实录里面记载 诺尔哈士一过世 隔天呢以皇太极为首的大贝勒们 依照诺尔哈士的遗言 命令大不近阿巴亥殉葬 在诺尔哈士的遗言里面 他提到 阿巴亥长得美丽 善度又聪明 未来恐怕会成为国家的霍乱 所以在我去世后 要让他殉葬 虽然阿巴亥之巫不从 最后还是被强迫 问诺尔哈士殉葬 这年阿巴亥年仅37岁 他去世时 他后来最有出息的儿子 多尔滚才不过14岁 根据记载 除了阿巴亥之外 还有两名小福晋也一起殉葬 其中一位很可能就是 当时告命大福晋 和大贝勒斯通的塔因查 因为诺尔哈士令阿巴亥殉葬的遗言 不是他亲口说的 而是由黄太极等贝勒们转述的 所以诺尔哈士是否真的有令阿巴亥殉葬 到今天人没有定论 其中最有争议的是 虽然女真族有殉葬的习俗 但是有幼子的不殉葬 阿巴亥去世时 他的两个小儿子 诺尔滚和多夺一个14岁一个才12岁 阿巴亥明显不符合殉葬的原则 再加上我们一开始提过 无论是关外或是中原地区 殉葬者通常都是位分较低的侍妾 阿巴亥身为大福晋 或是也被称作大妃 以他的身份来殉葬也不符合常理 最后在诺尔哈士病入膏荒时 要求阿巴亥前往会合 照理来说阿巴亥应该是最清楚 努尔哈士遗言的 而女真族殉葬的习俗是 当殉者必于生前定之不容辞 不过根据记载 阿巴亥听到朱贝勒所不达的殉葬遗命时 却知乌不从 显示他并不知道努尔哈士 有命他殉葬的遗命 所以普遍认为 大概是有人缴诏了努尔哈士的遗命 来除掉阿巴亥 最被怀疑的当然就是最大的获利者 后来继位为韩王的努尔哈士第八子 也就是赐贝勒皇太极 理由大概也非常的简单粗暴 阿巴亥是努尔哈士的大妃 当时仅仅37岁 正值重年 又非常的聪明 再加上阿巴亥的三个儿子 虽然年纪较小 却早就显露出不凡的才智 尤其是多尔滚 他们三人因为母亲受宠自己也争气 相当受到父亲努尔哈士的喜爱 年纪轻轻就已经和大他们很多岁的兄长们 手握差不多的扭路 阿巴亥母子三人可以说是皇太极上位之路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呢 根据朝鲜史及春坡堂日月度的记载 诺尔哈士临终前和大贝勒戴善说的遗言是 让阿巴亥的第二个儿子多尔滚继承韩位 由戴善辅正 综合以上个点来看 皇太极要成为大韩 第一步确实是必须要除掉阿巴亥 在皇太极成为韩王的十年后 西元1636年重的元年 皇太极正式称帝 并将国号改为大清 他追封了他的生母 耶和纳拉是蒙古九九为孝子五皇后 而魏诺尔哈士殉葬的大贝阿巴亥 不仅没有被追封 甚至连神牌都没有射 一直到阿巴亥去世的二十多年后 他的二儿子多尔滚 成为了顺治皇帝的摄政王 才在西元1650年 甚至7年7月25日 为母亲阿巴亥上世号 孝列五皇后 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就在多尔滚为母亲上世号 还不到半年 同年12月 年仅38岁的多尔滚 因为坠麻意外逝世 顺治皇帝本来就很不满 摄政皇叔多尔滚专权独断 还迫害他的兄长 黄太极敌长子豪格 所以在多尔滚去世的不久后 顺治皇帝下令 消去其爵位 开除宗籍 还连带去除了多尔滚母亲阿巴亥的所有嗜号 并且将阿巴亥的神牌 从太妙撤出 虽然在多尔滚去世的 100多年后 乾隆43年 乾隆皇帝为多尔滚平反 恢复了多尔滚瑞亲王的封号 并且补入皇室族徒御蝶 还评价他 定国开机成一统之夜 绝功罪助 不过多尔滚的母亲阿巴亥可从此 没再回到太妙了 为奴文哈士殉葬的大福尽 多尔滚生母阿巴亥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